我的前半生中,男主靳东饰演的高副帅贺涵还生设系 贺涵作为一个咨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 工作时,虽然都是要穿西装的了 已出场,孔雀涵就在小会上给大家讲PPT 可是小编的注意力 一下子就被他扇上一只巨型蚝虫所吸引 原来这只闪闪发亮的蜜蜂来自Dogin Gabbana 孔雀涵在剧中更喜欢用长款西装大衣搭配马甲 来衬脱气质,表面看起来还点低调精致 脱下外套就露出了扫起的后背 颇有一点中国山水化的感觉 要喝圆拳定辉当天,也穿了这件 还有一套紫色西装 这种扫起的紫,讲真并不好穿 但是孔雀涵,内搭了深色的衬衫 整体显得还算是深沉 外面也是搭配了一件Lois Vunden大衣 走路带风 在稍稍休闲的一些场合里 简直就是明目张胆地扫了起来啊 讲真,这种黄色,涂色系 都算是相当低调咯 剧中近端的大衣 多得每集都得换好几套 其中就有恩贱,巴布瑞的大衣 一件是细格纹毛泥大衣 颜色明快还不算张扬 另一套巴布瑞的大衣 款式穿在孔雀涵身上倒是有点萌 但是下面这件巴布瑞彩色挑纹风衣 小编觉得扫得有点用力过猛了 甚至带着一些吐气 真正骚气的是这件粉色格纹大衣 在休闲服装里最稳重的搭配 也就是暖男标配 圆领毛衣加白衬衫了 更多休闲场合中 孔雀涵穿的都是夹克 耍帅就要穿黑色皮夹克 后背的曲绑处 还有深灰色的绿皮冰阶 骚气起来的时候 就要穿一件黄色系皮夹克 更加骚气的 吃着剑刺绣飞行夹克 花哨的风格 后背还绣着一个阿凡提 孔雀涵还穿起了绿油油的运动服 捕捉到了 丝绒刺绣亮片片底鞋一双 奢华又风骚 出门都要戴上 彩色肩面款的墨镜 最后孔雀涵的手表 来自瑞士品牌 保其来 这只表的市场价在 38万元左右 这是一只奢华低调的 孔雀宝宝 do you have a roadma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